这个影片要来学习如何取得指定的资料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今天我们之前取是取到全部的资料 那如果我只想要取得特定的资料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知道某一则新闻的组件 然后我要利用这个组件来取得这个新闻 那我们只要取得一笔新闻的这样的一支API该怎么写呢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这个是我们一开始预设产生的目录结构 那第一个是我们上一节课写的取得所有的资料 那接下来下面这个他已经有帮我们产生好了 那这个就是Restful的风格的取得一笔资料的结构外观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还没有忘记之前有简单介绍一下 怎么去改变网址的话 我们有尝试在这个地方 加上一些网址就可以改变 你读取这一支Ctrl API的这个本身结构的网址 像这一支的网址就是API加这个News 那就是这样子就可以取到这一支API的 这个方法里面的内容 那如果我们想要取得这个方法的内容 我们的网址该怎么下呢 除了这边可以指定这一个网址的名称 那这里也可以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先不要用这个特殊的 我们就写说ON1 好那没有加任何变数的时候是进来这一支 那如果说今天你要进来这一支该怎么进呢 我们很简单就是先加上根目录的这一个位置 然后接下来ON1就可以打在继续打在后面 那就会进来我们这一支 也就是这一支 我这边再改一下改成2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有没有看到明显的这个网址就是进来这个方法 然后吐出Value2 那这样子是一个简单的网址的一个路由的介绍 好那接着我们就回到最前面 那这样子在你的这个一个自创外面又加了这个框框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刚刚我们是指定叫Wa那在外面加了框框就是说你第三层的位置 你可以随便打你要的都会进来这一支 我们就来看一下 打1打1就会进来这一支 那我打12一样会进来这一支 不过我打这个就会发生错误 是为什么呢 那就要来讲到下一个部分了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这边宣告这样 就是说它是一个可以由使用者指定输入的一个随意的变数 那我要怎么取到这个值呢 很简单 我就在这个方法的这个框框里面打上同样名称的自创 那这里的值就会被带到这里来 那为什么刚刚这边出错了呢 因为我这边的方法有特别指定说 这个值一定要是数字 所以如果你打不是数字的话 扣这边就会返回一个错误的讯息 然后并告诉你为什么错 错的原因就是说 你看这个值是一个不合法的值 因为我们要的是这个数字 好那这个是内扣的一个基本的凡错的功能 它会吐出一些必要的资讯当你打错的时候 好那接着我们就要开始来写说如何取得指定的资料 不过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主器 这个newsid其实它是一个guid 所以我们今天就预设我们这个地方会取得一个guid 那接着我们就要来开始捞资料 好那我们这个资料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很简单就捞出指定的资料 接着我们就返还回去 那我们返还的当然是一个news 所以我们就这样存个档之后 好再回到这边 我们先来看看我的全部资料 那我这边再开一个视窗 那我要捞到第一则新闻 所以我们的API网址会这样下 好那有没有看到这样就捞出了只有一则 而且是我想要的那一则新闻 我们捞第二则新闻看看 有没有看到这边捞出来的就是第二则新闻 好不过就接续上一节课所讲的 我们应该要在这边用上DTO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会再就改写一下 就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个方式可能不适用在这边 我们会用DTO的方式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回传 当然就是一个DTO 好那接着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有时候热重载没有办法 帮我们热重载 我们就手动的再按一下 好有没有看到 这边的话只剩下我们必要的栏位 就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会把它改写成这个样子 好不过这个写法还是有一点小问题 什么小问题呢 我们今天这样子 这边就是捞出一笔资料 所以这边最后显示的只会有一笔 可以看到这边的接上格式 其实是一个算是正列的格式 它一个大框框里面有好多笔 但是今天我们如果下了这个指令的话 捞出来的接上格式就直接是这个中花湖 然后只会有一笔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是因为我们下了这一个让它只变成一笔 所以我们这边最后回传的是只有一笔资料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多笔资料 好那但是这样子下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今天这边是一个存在的ID 那我们打一个不存在的ID 这时候就会发现跳出了这个算是程式错误的一个画面 那其实这个错误就是说今天这个意思代表说你这个东西一定会捞出一笔东西 所以当你没捞出任何的东西的时候程式就会跳错误 所以通常我们在取得指定资料的时候不会降下 我们会是这样下single of default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第一件事是说我们这边只会捞出一笔 那of default是什么意思 加了这个之后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这里没有东西的话 我不会报错 我会将这个值会是等于一个nur 这里就会变成一个nur 好那这样子就不会报错 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 好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就要用posterman来试 好我送出 好有没有看到 就不会报错了 而且这边就是没有资料 因为我就是没有捞出任何资料回穿空的回来 所以说通常我们在用取得指定资料API的时候 我们会下这一个single of default 好这时候会说那single的写法到底是用在什么地方 其实就是用在当你可能知道明确知道说 这个地方其实一定要捞出一笔资料 那如果没有捞出资料代表你前面写的一些逻辑或者是一些处理是有问题的 那既然有问题我不想要继续再往下做 直接就想要在这个地方就跳出错误中指不要再往下做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用这个single就好了 那这是一个应用的 在写桌上一个应用的技巧 不过今天这边我们暂时用不到 我算是顺带一提 既然要用到single of default 那我也想说顺便来讲一下single 大概是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之处 好那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取得资料的这个教学 我们就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 谢谢收看